今天我們繼續玩JLPTN3的文明 今天會說的就是Gaggali 前面是名詞加Gaggali 它的意思是花了用或一起 它最主要是表示某件事花了很多人力或時間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その記念碑は重くて8年かかりで運んでも動がない 就是那個紀念碑很重 就算八個人一起抬也抬不動 這就表示這件事花了很多人力 然後下一個就是Katai 它是動詞MASU形MASU 然後加Katai 它的意思是難以很難的 其實它表示主觀上無法做某件事 比較質重於說話人的感覺 上面看到我抬著就寫著 不是不可能的 是在做的時候 就是心情上覺得做好難的感覺 它跟Nikui和Zulai的意思是一樣的 不過是一個Katai的Hell Ken 即是跟朋友之間是不會用的 只是要做尊敬的事情 或者尊敬的人的時候才會用的 比如看這裡的例子 明天的Party 穿哪件衣服會好呢 就很難選擇了 這應該是旅行市 經常有的煩惱 就是每一天搭好內衣 都不知道穿哪件衣服才會出門 最常見的用紙有以下這幾個 第一個就是 shinji katai 很難以自信 yurushi katai 就是很難原諒你 kime katai 就是很難決定 忘れ katai 就是很難忘記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的話 就可以追蹤我的IG 如果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明天繼續溫習 再見 拜拜